大家好,今天继续带大家探索悬疑惊悚剧《怪物》第十三集的内容。 上一集我们说到东芷知道真相后,并未责怪正极,而是释放了正极。 周元对李东芷的做法很不谅解,觉得他太过于异想天开,两人因此而争吵起来。 此时,韩复成了内定的厅长人选。 东芷带着讥讽的语言,恭喜周元。 原来当年又燕和正极吵完架后,又燕意外看见郑末杀人,他差点也被郑末杀害。 手指却被镇末都切掉了,在逃跑的过程中,又燕被韩复开车撞死。 韩复将倒在一旁的又燕拖移至路中央,嫁祸给后来开车经过的正极。 而正极看到车轮下的又燕震惊不已,则认定是自己撞死了又燕。 画面一转,本集开始于一场异常出乎意料的抓捕。 人事听证会上东芷以周元滥用直拳导致李金花死亡,抓捕周元。 东芷给周元戴上手铐,周元不明所以,东芷告诉他。 既然犯了错误,就应该接受惩罚。 周元的一副疑问中,剧情切换到了21年前,李昌镇宴请还是文州署长的韩复。 多亏了韩复的帮忙,文州开发才能提上日程。 只要选定好施工方,李昌镇这边可以大捞一笔,虎母则借此机会进军政界。 这算盘打的是叮当响,韩复自持清高,瞧不上李昌镇这个地痞流氓。 对这个李昌镇对他毫无诚意的态度,甚是不爽。 因为李昌镇告诉韩复,虽然施工方举办的投标会只是作秀,但是如果他改变主意,没有投标韩复家的武艺建设,而是投了别的建设,韩复可捞不到任何好处。 这场合作事关重大,该喝的酒还是要喝的。 时间回到现在,武警官密切监视李昌镇的一举一动。 他认为一个非常讨厌警署的人,竟然在警察总厅的停车场待了一个小时。 不仅如此,他曾经还去过次长市找韩复。 这时,韩复在簇拥下来到停车场,大家都恭喜他被内定为警察厅长。 而任命的人事听证会将在不久后举行。 看到韩复出来后,李昌镇便赶忙下车,准备上前和他打招呼。 这时,韩复的眼神制止李昌镇,李昌镇看着韩复直接离开,急得当场飙赃化。 另一边,东直和周源收到武警官发来的信息,韩复已经被内定为警察厅长。 东直打开电视看到了相关报道,他向一旁的周源表示祝贺。 随后,东直告诉周源一个惊人的发现。 根据政绩的说辞,他用车撞上右焰的时候,右焰已经晕倒在地。 但是,法医阿善说过,右焰双腿骨折的位置相同,应该是站立状态下就撞倒了。 也就是说,政绩不一定是杀害右焰的凶手。 周源来这里之前,武警官给东直打个电话。 通过调集李昌镇的通话记录,发现他在三天内给韩复打了十几通电话。 韩复一次都未接过,其余就是打给普姆。 东直断定,李昌镇、韩复以及普姆三人关系匪浅。 东直将此事告诉周源,他怀疑右焰的死和韩复有关。 周源听后,立刻被父亲辩解,毕竟是血浓与水的关系。 他心里还是不想让韩复被冠上杀人的罪名。 其实东直的怀疑有理有据。 派出所小曹说过,他调换鉴定书是郑署长的命令。 21年前,郑署长只是文州众案组的警卫。 事情发生后不久,就被韩复提拔到首尔厅。 而当年破例结案的人也是韩复,在结合韩复和李昌镇的关系,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韩复。 所以,东直才放走郑署,利用他引出背后之人。 周源觉得,东直的想法过于疯狂,竟然只凭自己的推理,就放到郑署。 周源本以为东直是个可以信赖的好搭档,可事实并非如此。 于是周源失望地离开东直家。 另一边,郑署回到家,开始执行东直交代的任务。 他告诉普姆,自己想起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。 他开车撞了右燕后,慌乱中向普姆的非法手机打了电话。 郑署描述大致经过后,普姆急忙赶到现场,并找来李昌镇帮忙处理。 之后,郑署就被普姆送到了精神病院了。 比起那些事,郑署现在更关心的是谁杀害了右燕。 面对郑署的质问,普姆心里慌张,突然情绪失控,声称是郑署撞死的右燕。 但是,普姆安慰郑署,那只是喝醉酒后的失误,他已经处理好了。 郑署笑普姆太天真,当初李昌镇答应帮忙处理右燕,他却将尸体交给郑署。 最后郑署将右燕的尸体封在了墙壁里。 也就是说,李昌镇没处理过任何事,就在普姆这里获得好处。 紧接着,郑署按照东直的计划,将李昌镇和韩复私下见面的事告诉普姆,顺便挑拨文州三人组的关系,让他们自相残杀。 普姆知道自己被利用,顿时怒火中烧。 周元一大早来找韩复,向他汇报鉴定书的调查结果。 有人指使小曹,配合普姆将吉他拨片鉴定书,偷梁换住。 虽然没有找到指控小曹的证据,但是可以处罚郑署长。 当年假冒韩复命令,指使小曹调换鉴定书的人,正是郑署长。 二十年来,郑署长一直利用此事威胁仆母,好从中收受贿赂。 当初,是韩复将郑署长派去文州。 如果郑署长贪污一事被曝光,韩复的厅长一直恐怕不保。 周元离开后,韩复立刻喊来郑署长。 他想起郑署长干的那些事,顿时勃然大怒。 韩复拆穿了郑署长收受仆母贿赂一事,又询问他调换鉴定书的原因。 郑署长向韩复坦白,按发现场发现了吉他撥片上有证据的指纹。 当时负责的鉴定人员已经去世,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 韩复一怒之下决定放弃贪得无厌的郑署长,让他主动离职。 郑署长为了保住自己的铁饭碗,只好亮出底牌。 原来,韩复曾提出要见郑署一面,还要郑署长关掉警署的监控。 郑署长提出,派出所所长也想见郑署。 他会把韩复见郑署的时间安排在所长之前,万一日后出事,他们可以让所长背黑锅。 韩复为了撇清关系,声称自己不记得那回事。 没想到郑署长为了保命,偷偷留了证据。 那天,他关掉警署的所有监控,唯独留下了一处。 原来,韩复并没有去拘留所,而是派李昌镇去见了郑署。 李昌镇离开后不久,郑署在狱中自杀,看着韩复气急败坏的样子。 郑署长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 东直在派出所碰到周元,虽然二人之间有了矛盾,但是遇见了总归,曾经还是搭档。 他问了周元一个问题,如果右燕的死和韩复有关系,你会没事吗? 周元一脸惊奇地看着东直,于是一脸不知,是担心还是嘲笑的表情,表示着让他还是在关心自己吧。 东直听后,尴尬一笑,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要问这种问题。 两人陷入了尴尬,这时记者小林的到来,打破了尴尬的局面。 他来此时为了采访周元,周元可是下届警察厅长的儿子。 东直见状,准备赶走小林,周元却出现阻止,还向小林举报了关于警察收受贿赂的问题。 但是,中间有一个条件,小林必须在警察厅长人士听证会之前发布。 东直听后,很是惊讶,接着提醒周元,务必要想清楚再冒险。 周元表示,作为一名警察,理应查清事情的真相。 周元离开后,东直接到了韩复办公室打来一个电话,目的就是邀请东直做一会。 东直应下,不久后来拜访韩复,韩复开门见山,直接切入主题,表明了想要邀请东直来自己手下做事的意愿。 如果东直同意,韩复会把他调到首尔厅,专门抓那些贪污人员。 说吧,韩复向他伸出了合作之手。 转眼间来到一周后,人事听证会开始。 首先由韩复进行宣誓,周元和全检察官也来到现场。 一场好戏即将上演,一名议员在提问环节,收到了一则非常劲爆的新闻报道。 韩复的亲信郑署长在过去二十年间收受贿赂,以低于市价一半的价格购买土地。 韩复明知如此,却不作为。 对于此事,韩复表示否认。 与此同时,观看直播的在意,觉得韩复有些奇怪,他表现得过于平静,似乎早有准备。 果然不出所料,韩复对此事做出解释,郑署长购买土地,完全是因为债务关系。 伯母向郑署长借了钱,然后用土地来偿还债务,说着韩复出示了相关证明。 地劫债务关系,虽然没有触犯法律,但作为公职人员,确实不该出现这样的问题。 对此韩复已经做出相应处罚,就在议员准备宣布任命结果时,东直突然闯进听证会,亮出自己监察组警卫的身份。 原来,两人见面当晚,东直握住的韩复的手,答应和他合作。 画面重回听证会现场,东直声称自己来这里,是为了执行公务。 他告诉在场众人,周元滥用职权,导致李金花死亡,因此对他实施紧急逮捕。 紧接东直给周元戴上手铐,正在观看直播的众人顿时傻眼了。 周元不明所以,他只问东直到底在做什么。 东直告诉他,既然犯了错误,应该接受惩罚,最后两人不约而同地看向韩复。 至于韩复,能否够顺利当上厅长? 两人对于韩复的眼神隐藏了哪些深意呢? 是默契的配合,还是有意的挑衅? 东直和韩复的合作是幌子,还是却有歧视? 这时东直的这波操作又有何用意? 是密谋已久的合作,还是威胁敌方的手段? 真是令人费解,不知韩复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? 李昌正,伯母与之又是什么关系? 三人的合作是为了诠释,还是为了掩盖罪行? 政绩的无罪释放,会成为伯母的威胁吗? 更多精彩,下集我们再见。